曹家定了九月初八 一大早就出发 两家约好在德胜门外会合 如今已经是初六了 赵家人得先准备行囊 到时候祖孙三人预定要在西山住上三四日 到了九月十一日方才回城 要预备的东西不少 就在赵秀祖孙三人忙乱之际 汪东升一行人也抵达了京城 汪东升抬头看向前方高高的城墙 心中一阵的激动 离经十几年 他终于又回到了家乡 汪家管家早就在城门外等候多时 见到主人来了激动的迎上去请安问好 又说房子都打扫干净了 也预备下了酒菜就等将军老太太太太少爷们回来呢 汪东升点点头 嗯 你辛苦了 那管家眼圈红了 小的不辛苦 将军和老太太太太少爷们路上才辛苦了 等回了家 先好好洗洗 吃饱喝足 携上一夜 明儿还要去给老太爷上香呢 汪东升感叹道 十几年没回来看过父亲了 如今我衣锦还乡 父亲在酒泉之下 不知会不会感到欣慰 这时 从后头女眷的马车那边 跑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厮 将军 老太太问 是不是管家来了 前些日子送去侯府的东西 赵老夫人可收了吗 管家顿时面露难色 这 他悄悄地看了汪东升一眼 小的好说胆说 赵老夫人就是不肯收 说是在京中作官 开销比西北大 让将军留着自个儿用 小的没办法 只好把东西都拉回去了 汪东升冲那小丝摆了摆手 去让老太太安心 我会尽快地带着礼物 去给赵老夫人请安的 这些年多有怠慢之处 我定要去赔个不是 小丝领命去了 老太太听了回报后 没说什么 也没再派小丝过来跟儿子说话 汪东升知道母亲心中不遇 只能让人通知妻子过去安抚 自己则下令家人赶车入城 但他本人却示意管家凑近了自己 压低声音问 赵家小掌房那边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你可曾打听过 是 管家小声地回答 赵家大太太带着那五个孙子孙女 还有绝大爷的妾室小钱一娘 如今就住在前门大街外头 张善家胡同里 房子是租的 当日他们在大牢里 是赵老夫人命小侯爷 把几个小的赎出来了 其中绝大爷敌出的香姐儿 出来后又愁了银子 把大太太给输了出来 只留下了小钱一娘 后来是眼哥 把小钱一娘 在流放的路上输回来了 小侯爷给了泽哥一家文房铺子 每月领上三两工钱 因此他们日子还算勉强过得 不过最近房东要收回房子 要他们搬走 两乡里正闹着呢 看清醒 泽哥是打算要退一步了 已经在永光寺附近租了房子 只是大太太还不肯搬走 小的打听过 那房东忽然翻脸 似乎是朝中冯玉使的太太指使的 因大太太惹恼了冯太太的妹子霍太太 冯太太帮着妹妹外甥出气呢 汪东升只觉得乱七八糟的 一个月有八两入息 他们还只是勉强过得 管家的声音更小了 他家除了大太太 有五位少爷小姐 还有三个丫头 死命老仆 都是旧日的壁仆 大太太和湘吉儿 在吃穿用度上又讲究了些 汪东升顿时头疼起来 重阳节将近 赵泽看到集市的日子还未到 铺子里生意比较清淡 就寻了个空 带着在附近糕点铺里 刚买的几包点心 和一小坛菊花酒 回了张善家胡同一趟 铺子就暂时交给老张头看着 他到家时才发现赵衍 不知几时已经回来了 早上赵衍声称 要去见某位熟客 向对方争取下个月的新订单 没想到会在家里看到他 赵泽没有多想 就问赵衍 朱老爷怎么说 下个月他要订多少纸和末 都谈好了吗 赵衍也有些意外 他会在这个时候回家 有些不自然的笑了笑 朱老爷有事 叫我明儿再去找他 我见时间还早 铺子里又不忙 就先回来看看祖母 哥哥怎么回来了 赵泽答道 快过节了 买了些糕点和菊花酒回来 他提着手里的东西进了屋 给祖母牛氏请了安 起身后 就看到牛氏身前的圆桌上 放着一大堆东西 是京城里最有名的两家糕点铺子的重阳节特制点心 还有一个小小的南木匣子 上头打着城隍庙一带一家颇有名气的银楼的印记 脸上带着意味不明的笑容的小前姨娘 仿佛不经意地提起 这些都是眼哥孝敬老太太的 这几样点心都是老太太从前爱吃的 每年重阳都要打发人群的两家铺子买 这区子里是今年珠宝阁新出的菊花银簪 样是新巧 做工又精致 老太太带着最合适不过了 赵泽面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些东西都是赵岩买的 那价钱可不便宜 光是那几包点心 起码就要二三两银子 簪子的价钱就更不用说了 赵岩哪有这么多钱 他一个月的工钱也不过三两 而据自己所知 他这个月的工钱早就交给小前姨娘了 他吃住都在店里 平时用度都是靠客人的打赏 牛氏看来对树孙的孝敬感到很满意 瞥见赵泽手里 那寻常铺子出产的寻常花糕和菊花酒 就有些看不上眼了 狄孙明知道他只穿用好东西 怎么就不知道买些像样的吃食回来 每月都有丰厚工钱 账也是他自个儿管着 有的是油水 却死心眼的不肯听他的 占侯府半点便宜 还对长辈这么小气 分明就是没把他这个祖母 放在盐里失败 牛氏心里生出了不满 又将赵泽数落了一顿 花糕赏给丫头们了 酒则给了小前姨娘 近来小前姨娘娘仨 把他侍候得很好 又老是交出手里的私房钱 看来是已经被他收服了 他也乐得给他们三人一些甜头 知道他们心系着赵丽 便时常将赵丽交给小前姨娘照看 只是不许他晚上去生母屋里睡觉罢了 牛氏发完了脾气 心情还不错 干脆地把几个小辈赶出了房间 赵泽临走前向他请示 永光四溪街的院子已经租好了 房屋也打扫干净 随时都可以搬过去 祖母打算哪一日动身 最好是赶在入冬前搬 否则冬天下了雪 地上就更难走了 牛氏脸色不太好看 搬什么搬 那房子我打发丫头去瞧过 院子虽大 可屋子简陋得很 也没有火墙 居然是靠着烧炕取暖 还只有正房西屋有炕 大冷天的叫人怎么住 况且治理的房东忽然要与我们为难 好歹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才是 免得他以为随便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讹诈开过圆勋之后了 赵泽皱着眉头 有些沮丧地退出了房间 在廊下叹了口气 赵岩已经跟生母妹妹 带着小弟赵丽回了房间 里头一片欢声笑语的 赵泽皱着眉犹豫了一下 便在院子里叫了赵岩一声 赵岩掀了帘子出来 漫不经心地笑问 大哥叫我做什么 赵泽沉声地问道 你买东西的银子是哪来的 大哥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赵岩的笑容有些僵 我的银子自然是做事赚来的 忽然他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是觉得那银子太多了吗 大哥别见怪 弟弟口齿还算伶俐 有时候为了招揽生意 免不了要拍拍客人的马屁 客人听得顺心了 随手赏弟弟几两银子 也是寻常事 这些钱会用不着交到公帐上吧 照规矩 客人私下的打赏 确实是归受赏人所有的 不必归到公帐上 但赵泽不是傻子 上门的客人买的东西多了 若是心情愉快 找零数额也不大 客人也乐于把钱赏给伙计 但这样的钱一般不多 有个一二钱银子 就已经是飞来横财了 赵燕若是财禁店里 做了那么短的时间 就给自己挣来这么多赏钱 赵泽是绝不会相信的 他沉声道 你别哄我 若真是客人的打赏也就罢了 你招揽大户人家的生意 总叫人家采买东西的人 多买一些 买的多了 还有另送的物件 买的越多 送的越多 但送出去的东西 却不赚钱 我发现有好几次 你都说是把东西送给了客人 事实上 东西是照原价卖出去的 卖的钱 就装了自己的腰包 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赵燕也沉下了脸色 你说我贪工中的钱 有什么证据吗 我给卖东西多的客人 送别的物件 这事侯府账房是知情的 也没说什么 因为我卖出去的东西多 他们还夸我比你凌厉一百倍呢 大哥这是心里嫉妒了 就编造些无根无据的东西抹黑我 赵则急了 我才没有 你卖出去的东西多 店里的生意好了 我比你都高兴 可你不能贪了工账上的钱 你别忘了 对账若是出了差错 差的银子 你我是要包赔的 小二房祖母和叔叔 姑姑 对我们兄弟恩情深重 你怎能辜负了他们对你的信任 赵燕冷笑道 哼 别说他这样冠冕堂皇 没有证据的事 可不能乱说 你要记恨我做生意 做得比你好 不如先练练自己的接人带物之道 说完就摔了帘子回房间去了 赵则追上两步 最终还是放弃 他有些沮丧 当初赵燕刚把小钱姨娘接回来时 对他态度还是很和气的 心里隐约地感激着他给银子赎回了小钱姨娘 可如今 小钱姨娘对他依如往昔的怨恨 连带的原本已有些软化的赵燕 也恢复到从前的态度 赵则对所谓小时候杀地的记忆 已经完全没有了 总觉得那是假的 是别人编造出来哄他 可小二房的曾祖母 与叔叔姑姑这么说 自家小掌房的祖母 树母和弟妹们也这么说 他不由得茫然了 莫非他真是个罪人 因此才不配得到别人的善意对待 屋里牛是已经听见了院中的动静 他没插手 反而还觉得敌长孙赵泽太过死心眼了 只要账上掩饰得好 叫侯府那边挑不出错来 贪些银子又算什么 他从前在建南侯府管家时 底下的管师们 一年至少也要摊上百八十两银子 赵燕摊那几两银子的油水 不过是为了贴补家里 时不时给祖母添两个菜 这是他的酵心 侯府霸占了他们小掌房的身家爵位 每月还几两银子怎么了 只给个文房铺子还只许经营 不是给他们家的 这就够小气的了 赵泽还为此责怪亲弟弟 到底分不分得清 谁才是他的亲人 牛是低谷 说不是小二房只认你 我早让眼哥替你做了这个掌柜了 没出息的东西 有水的不会捞 百灵与化眉两个丫头在旁听见了 前者不动声色地添上了热茶 后者则笑隐隐地小声对牛是说 老太太既有这个意思 何不想个法子 让眼哥做掌柜去 眼哥带老太太孝顺 出手也大方 他做了掌柜 也能多孝敬老太太些银子 牛是沉音不语 但看得出来不是不动心的 百灵盯了化眉一眼 没有吭声 当他不知道吗 化眉如今跟赵眼 整天的眉来眼去的 他手里多出来的一对 玉珠耳坠子 和一只角丝银镯子 都是赵眼给的 赵眼那里新添了一件夹衣和一双新鞋 是化眉悄悄替他做的 化眉如今也聪明了 知道只靠老太太是不成的 早替自己想前程去了 赵眼如今虽不富裕 但化眉却好 也舍得给他置办东西 日后他越发有钱了 化眉给他做个妾 总好过被卖到外头去 不过 这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白灵心中一审 他何尝没想过自己的前程 大家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 白灵仿佛什么都没发现似的 掀起帘子出去了 这时一名老仆有些激动地 从外头冲了进来 泽哥 泽哥 外头都在说呢 说汪大爷从西北回来了 赵泽还在院子里 温言愣了愣 汪大爷 你说的是谁 另一名老仆也惊喜地 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从他的反应可以推测 这汪大爷一定不是寻常人物 冒信的老仆笑道 哈哈 泽哥不记得了 是我们大爷从前半读啊 汪大爷 他在西北做官 都有十来年没回过京城了 但早年两家还有书信来往的 牛氏在屋里也听见了动静 当即扶了话没走出来 怎么回事 给我把事情说清楚了 声音还有些发颤 显然非常激动 那老仆 忙将刚打听到的消息说了 老奴方才去集市上买米 就听见人说 西北的汪东升将军进城了 家眷也跟着来了 好长的车队呢 他家还是在老地方 就是当年 郡公爷帮着置办的 在离侯府不远的使家胡同里 听人说 汪将军这次进京 不是要被派往辽东 就是要留京的 即便他不能留京 家眷总是要留在京城的 泽哥 我们这一大家子有指望了 赵泽皱起眉头 他还是没听懂 这人与父亲交情很好吗 可从前怎么没听父亲提起过 牛世心碰碰直跳 只觉得自己在小二房外 又找到了一个 更好的大秋风对象 文言就不悦地说 他去了西北十几年 通信不变也是常识 况且他胆子小 你父亲叫他一块为嬴王办事 他就怂了 后来连书信都断了 我们从前还笑话他 没有未及人臣的命 如今看来倒是间姓氏 他与你父亲从小在一处长大 情分非一般人可比 直到我们家过得艰难 必然会伸出援手 他是你的长辈 你尽快地收拾些礼物 上门给长辈请安全 别怠慢了 赵泽有些迟疑 若他果真对我们一家有情意 自然会找上门来 如今他一家踩到京城 我们就巴巴地凑上去 牛世劈头就骂 这有什么不行 觉得丢了脸面吗 脸面值几钱银子一斤啊 他才从西北回来 能知道我们住在哪里 若是找不着就不找了 那叫我们日后如何过活 叫你去你就去 懒得这样 我今后如何能指望你 艳哥过来 明儿你去找王家人 别理你哥哥 汪东升若不在 就找他老娘和媳妇 他一家子都跟我们家相熟 从前他刚娶了媳妇 还带着他媳妇来给我请安呢 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若他们敢怠慢你 我就找御师告他去 他可不同小二房 没有我们家 他母子连活都活不下去 如今做了官 要是敢冲着恩人摆架子 我定要叫他鸣声扫地